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也是今天的讲师 我是产品培训主任Jasmine 今天很开心大家一起来到线上 和我们参加我们的纽纯来直播 基本强见一次到位 那今天呢我们会有满满的知识点 也会教您如何要全方面的 全方位的保健关节 另外呢也会分享更多的产品特色 还有全新的赠品介绍 能够帮助您在销售的时候 可以达到一个更加的效果 最后呢也有丰富的行销资源 可以帮助您分享 最后呢会有一个实战分享 会让大家在事业上面 可以有更多的经验可以参考哦 那今天的讲师除了我之外 还有相信大家并不陌生 就是我们的美女营养师 即我们的资深行销主任 安安会来和大家在线上见面 今天呢要是和大家来分享我们的营养知识 那话不多说我们就即将开始吧 首先要来问问大家 有没有一些自身的经验 或是有身边一些亲朋好友 有以下这些状况呢 比如说你可能运动之后啊 会觉得膝盖关节有点卡卡的 或者是说在早上起来的时候 觉得手脚特别僵硬 不只是膝盖关节 另外像是可能手腕啊 或是指关节都会有这些的状况 另外的或者是膝盖有僵硬 你可能蹲下之后 或是你久坐 站起来的时候会觉得 有点卡卡 没办法完全伸直 如果你有这些状况的话 帮我在留言区加一 让我知道大家的关节 最近过了好不好 或者是你觉得关节 通常会遇到哪些问题 都可以在留言区和我们分享哦 那如果有以上这些状况的话呢 其实你要注意哦 可能你的关节遇到了一些问题 或是他可能目前有一些退化的风险 那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其实我们的关节退化 它是有一个进程在走的 我们在初期开始的时候 会是运动之后 关节有点紧绷的感觉 有点酸痛感 或是刚刚提到早上起来 因为长时间维持一个同样的姿势 所以可能关节会比较紧绷 比较卡卡的 再来中期的部分 会有一些隆起 或是种种的 像是膝盖啊 或是主关节都会比较明显 那这种可能是关节 会有一些积水的现象 在中后期开始会影响到一些行动 像是有可能说蹲不下去啊 或是上下楼梯有点困难 最后呢 在晚期的时候 已经严重的影响到大家的行动了 这些都是我们关节退化的一个表证哦 那你就会想说 难道我的关节一定要出现这些状况 才要开始保健吗 有没有哪些族群 其实从生活当中 就非常的需要去注意我们关节的保健呢 其实包含的像是这四类的族群 都对于关节保健需要额外的注意哦 像是中往年人 因为使用久了 关节一定都多多少少会有一些磨碎的情况 这时候关节开始退化 或者是一些体重过重的人 因为他的身体的重量 所以造成他的关节负荷量比较大 可能就会造成一些的不适感 再来的话就是运动的圆啊 可能打球或者是骑车等等的 这些都会使得关节大量的使用 过度的磨损 最后的话就是长时间的姿势不良啊 包含像是你喜欢盘腿啊 敲二郎腿这些其实对于关节 因为你有不适当的用力 或者是说一些不正当的坐姿等等的 都会影响到这些关节的健康哦 那这四种就会觉得说 其实我们关节的保养是每个人都需要的哦 那守护关节到底有哪些的重点呢 我们接下来要继续讲下去 所以各位如果你有伙伴中午还在用餐呢 或是他还没有上线学习的 别忘了一定要将今天的直播连结分享出去 邀请各位伙伴一起上线来学习 再来我们就是要讲到关节健康的部分啊 从前我们就是会觉得说 其实关节大家都很熟悉嘛 在硬骨跟硬骨中间 我们会有关节翼 关节翼呢就可以去润滑我们的这个关节 避免它直接的碰撞 也可以避免我们的软骨受到一些磨损 那其实呢 我们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趋势 就是我们的肌力 我们的肌力和我们的肌肉量 也是守护关节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哦 因为你有这样的肌力和肌肉量 去支撑你的关节呢 也可以避免你的骨头和骨头的缝隙 因子变小 或是它们有逐渐的磨损 那再来的话 关节的负担 其实我们随着年龄的逐渐增加 在30岁以后不只是肌肉量逐渐的流失 我们的葡萄糖也会逐渐的流失 所以呢我们的关节负担 其实是逐年的增加 需要大家去进行我们的预防啊 或者是长时间的保健的哦 你会想说我们呵护关节啊 除了说我们同时要进行一些复健啊 或是配合医师的治疗外 有没有其他的一些产品可以帮助大家呢 像或是一些我们的补充一些营养素 像是在肌肉方面 大家就非常熟悉就是我们的蛋白质啦 我们蛋白质可以帮助肌肉的合成 那搭配运动呢 也可以促进我们的肌力可以增强 肌力增强之后 这样子搭配运动可以达到减重 也可以减缓关节的负担 另外的话 葡萄糖胺呢 可以在我们体内可以润滑我们的关节 也可以形成玻尿酸 可以进行更多一层的保护 最后是维生素C的部分 维生素C涂了抗氧化之外呢 也可以促进胶原蛋白的生成 可以建构我们软骨的基础 所以这三大关键 像是肌肉啊 或是关节液以及软骨的部分 都可以让我们的关节达到一个非常健康的哦 那在接下来呢 我们就会请我们的资深行销主任安安来跟我们分享看看 让我们扭吹来到底有哪些的产品可以在这方面 协助我们做关节全方面的保健呢 Hello大家好 现上的伙伴大家午安安 午安安 非常谢谢Jasmine这么清楚重点二药的整理出关节健康的营养对策 那我再回头一下Jasmine她讲的一些重点 关节健康的营养对策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肌肉 关节跟软骨 那对应到我们扭吹来的商品有什么 第一个讲到肌肉 大家第一个一定是会想到的 就是我们扭吹来的长盛菌 扭吹来优质蛋白素 那扭吹来优质蛋白素 它的特色是什么 它就是有含有九种人体所需的 必须氨基酸 而且它非常的好消化 它获得了国际最高消化率PDCAAS的鱼衣 也没有乳糖 没有胆固醇 这样无负担的状况之下 可以帮助中老年人或者是年轻人 想要对于肌肉生长激励的训练 或者是单纯做增强体力 都非常的有帮助 那第二个呢 关节健康的营养对策就是葡萄糖胺啦 我们的葡萄糖胺是天然萃取 是精选于南太平洋野生虾 当作我们的来源 那也因为它的纯度非常的高 不同于外部 它们的葡萄糖胺 其实添加了非常多的副方成分 我们每四粒就含有1500毫克的葡萄糖胺 是符合我们的葡萄糖胺的建议所需量 所以每天每次四粒1500毫克 就可以帮助身体 有很好的关节行动力跟灵活力 那另外我们的葡萄糖胺也有添加 柑橘生物类黄酮 跟蒸叶樱桃浓缩素 在这样的相辅相成之下呢 可以帮助身体维持更好的生理机能 那再来就是强效C营养片啦 维生素C其实大家都耳熟能详 就是跟美白抗氧化有关系 或者是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大家对于免疫力跟维生素C的关联性也都相当清楚 但很多人不知道它其实跟关节保养也很有关系哦 因为维生素C它可以帮助身体合成胶原蛋白 而这个胶原蛋白其实是建构软骨生成的一个基本的基础 所以有良好足够的维生素C 它不仅抗美白抗氧化 帮助身体健康 更可以帮助你的行动力更灵活 而我们的强效C营养片 它每定还有500毫克维生素C 而且它是一个强效的形态 可以帮助身体在长时间缓慢的释放 让自己身体都有满满的维生素C来源 那快快的介绍完这些营养知识点 跟我们对应到的纽特赖产品之后 大家一定非常关心 也最想听到的就是我们这次的活动是什么 认购期是什么 还有我们的赠品到底是什么呢 在这边就是来告诉大家 其实在两天之后 也就是这礼拜五 三月二十五号 就是我们的关节特会活动的认购开始了 这次的认购时间会一直持续到四月十号 认购期稍微是比较长 因为我们中间其实跨了清明廉价 那希望各位领导人跟各位伙伴 都可以好好的放个假 然后去推广 去好好的走一走 然后去享受一下天气 天气非常好 那我们正式上市的时间是四月十一号 那一直会卖到赠品赠完为止 所以大家一定要赶快把握机会上市的时候 就赶快按下订购键哦 那这次的特会方案是什么呢 我们这次的特会方案只有一组 所以也不复杂 就是我们的刚刚提到的帮助肌肉生长的优质蛋白素 全植物配方 这次是搭配的是家庭号 再来是一瓶葡萄糖胶囊跟一瓶强绍C营养片 这样子的一个组合呢 是3670元 我们就可以享有好理二选一 两组赠品各是什么呢 第一个是灵活矫健组 灵活矫健组它里面搭配的赠品非常的特别 有新上市的XS 能量蜂蜜脆 还有一个扭推来的运动毛巾 特别定制的 待会会再详细的跟大家做介绍 第二组是健康关键组 里面有R&J的有机食股粉 跟有机红麴薄盐酱油 那这也是大家都非常喜欢 也是平常所必备的一些料理的重点 那再来针对赠品的部分 我将一一跟大家详细的介绍 里面有什么样的特色特点 第一个呢 是未来会新上市的XS 能量蜂蜜脆 相信大家一定非常的期待 也很好奇里面到底是什么呢 它是一个能量补充 跟营养补充的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点心 它里面的植物蛋白 每100公克就含有20公克 可以帮助我们补充活力 那它的膳食纤维也很高 所以呢可以帮助我们的肠道蠕动 可以帮助我们更顺畅 那另外它的蜂蜜脆里面呢 也有添加杏仁片跟南瓜籽 所以不仅高鲜 高蛋白质 还可以补充好油脂哦 那它里面的成分是什么呢 在这边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吗 它里面有五种的不同的一个营养成分 除了大家比较熟悉的玉米脆片 这个黄色的里外 还有一个比较小颗的白色的黄黄的 它是黄豆片 也就是蛋白质植物来源 那另外呢它的好油脂呢 里面就是有杏仁片跟南瓜籽片 南瓜籽这个绿色的就是南瓜籽 那另外里面有红色的这个就是蔓越莓果干 所以不仅好吃有营养 而且的种类也相当的丰富 平常呢大家可以加入牛奶 或者的是搭配优格 直接吃点缀沙拉 点缀在沙拉上面 或者是拿来制作其他的甜点都很方便 再来呢 第二个赠品呢 就是纽翠莱的双色运动提花毛巾啦 这个提花毛巾呢 它是运动健身跟出外外出使用 或者是平常生活的一个必备品 毛巾大家一定家里面 认认必备的一个产品 那它的材质呢 这边可以看到它是纯粘的 而且因为我们是用运动健身的规格在制作的 所以它的材质相当的厚实 我们特别拿了一般市售的毛巾来做比较 大家可以看到 同样是我们同样是折两折 厚度就差非常的多 像这样的外面一般卖的那个毛巾呢 它的材质是比较薄的 我们这个运动毛巾材质是相当的厚实 而且吸血力也很好 再来呢 我们这次长度特别加长到100公分 所以呢 大家就可以 啊 怎么会拿反了 达到100公分 所以长度很长 你不仅外出健身 披挂在身上 甚至呢 只是拿来大家 我们活动的时候做摆拍 也非常的漂亮 而且它是双色的 颜色非常的漂亮 很适合大家 人人必备 不止一条 两条到三条都很适合 它是运动跟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 所以我们觉得 这样子的商品 非常适合各位领导人 或是各位领导人的顾客们都一定会很喜欢这样子一个赠品 再来第二组呢 是健康关键组 它所搭配的两个赠品是有机石骨粉跟有机的薄颜红麴 黑豆酱油 那这两个产品呢 都是有机的 所以呢 非常适合 如果不是在运动的族群 但是它也有中年老化之后呢 有一些关节的不舒服 像现在天气变化 一下冷一下热 起地蹲下 总是会有一些不舒服卡卡身 或者有些老人家 想要抱筋酸 抱不动 腰有些酸疼 那他们就很适合 像这样子一个产品搭配 这个有机石骨粉 它可以当做早餐冲泡饮用 它也没有额外的去添加人工香料跟色素 以及蔗糖 所以它冲泡起来呢 不会让人家造成负担 你们可以早上的时候 或者是下午的时候 肚子饿的时候 当做一个全方位的饮品 那有机的薄颜红麴 黑豆酱油呢 本来就是我们在料理界的一个必备商品 它是真实力系列 然后呢 跟前一版的酱油相比 它的减盐约25% 也是采骨法酿造 所以呢 非常的香醇回甘 建议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 这两组赠品都可以带一组来回去使用 介绍完赠品之后 我们这次活动会有什么样的行销资源 来帮助大家去推广呢 在这边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这次很特别 请来两位运动界的明星 黄忠毅跟陈彦博 黄忠毅呢 是当年的一个经典传奇铁学总教练 有在看棒球 就算没看棒球的人应该也都知道啦 他是我们当年的棒球职棒的一个总教练 他非常的经典 那这次呢 虽然他已经退役了 但他这次会经由他的一个过去的经历 还有他严苛的训练来告诉我们说 他过去的这样的经验 他现在的同袍啊 还有他自身会有什么样的关节问题 那他是怎么样将这样子的问题跟生活经验去传承下去 然后并且他现在用什么样的方式去保养跟保护他的膝盖 他会有新生的现身说法 那陈彦博 各位领导人一定不陌生了 他就是我们纽翠来的代言人 那他跟黄忠毅不一样 他现在还是在现役当中 他常常需要参加很多严酷的比赛跟训练 那他是怎么样 在这样子严酷的训练之下 去提升自己的运动表现 但是又不会去伤害到身体的关节 或者是灵活度 甚至是去提升整体的表现呢 那他一定是有一些小撇步 或者是不管是营养 或者是一些运动方面 我们也会请到他来做现身说法 会用一个比较幽默有趣的方式来跟大家做呈现 也都是很适合去分享给自己的顾客的 那在特惠方面呢 我们有制作这次特惠跟赠品组合的一个介绍 因为我们刚才有介绍到赠品的组合非常的多 里面还有一些新产品 所以满满的一个知识点跟一些介绍 大家可能都不太清楚 所以我们特别除了 特别制作这个特惠的介绍之外 还有两组赠品分别的一个介绍 可以让领导人去做不同的运用跟介绍 那另外也有两支影片 一个呢是在讲三个营养素 它对于关节保养的功效 三个营养素分别就是刚刚提到的 蛋白素葡萄糖跟维生素C 那另外也会有特惠活动的影片 我们会把这个整个活动跟里面赠品的介绍 用比较好分享有趣的方式去呈现 让大家可以去快速的去了解到我们这个活动的一些精华 最后呢在月底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在五个中心都有中心的打卡墙 那这次的打卡墙相当的特别 它是属于高互动性的 我们可以去邀约线下的伙伴去做互动 它是一个用拼图拼接的模式 你可以根据上面的指示 一步一步的去拼接 把肌肉骨头跟关节整个一次到位 用有趣互动的方式呢 去拍照增加互动跟一个话题性 那我们也会串联线上的FB的一个贴文抽奖活动 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 欢迎都到各个中心去走走 那在专家背书方面呢 我们也是有请到早安健康 这边有一个徐德凯医师 他目前是福大医院跟台大医院的骨科医师 他会针对我们这次关节退化的两个族群 一个是中年过后 可能膝盖会有些不舒服 关节有些不舒服的老龄族群 或者是因为运动过度 而导致身体的某些关节有些磨损耗损 他会就营养补充的方面呢 还有告诉你 其实葡萄糖胺不只是润滑关节 我们还需要增加肌力 用这样子的营养概念知识点 来帮助大家更快的可以去销售 甚至去说明我们的产品 讲完了这么多 那不免俗的就是要来跟大家有讲真打了一下啦 来请问一下下列何者是这一次我们活动 基本强见一次到位活动中的产品呢 其实答案很明显哦 就在旁边的图片里面不知道人可以赶快偷瞄一下 第一个是优质蛋白素 第二个呢是葡萄糖胺胶囊 第三个是强效C营养片 第四个是以上皆是 那大家可以在课后问卷作答 答对了呢 我们呢会抽这次的新品 也是我们的赠品 Access能量蜂蜜粹共五名 大家一定要赶快把握机会哦 可以抢先拿到这样子的一个产品 去做试吃试用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 我们就还给Jasmine 不知道大家有想真答 有没有答对呢 其实我刚刚在留言区有看到 很多人已经非常好心 跟非常大方分享出我们的正确答案 但别忘了大家最后一定要将这样子的正确答案 留在我们的课后问卷 课后问卷会待会在结束的时候 会请小编放在留言区 再请大家点选连结去填写哦 那我们安安分享了这样子的产品 虽然都是纽粹来原有的产品 但是重新的提了一次它的产品特色 在和顾客分享的时候 也别忘了有这些这么棒这么棒的产品特色 可以和顾客做分享 来让他们更加的认识纽粹来的产品 另外呢有两套的正品可以选择 在这次的特会活动当中会提供给大家 不知道大家比较喜欢哪一种呢 大家喜欢毛巾的那一组 还是比较喜欢酱油的这一组呢 也可以在留言区告诉我们哦 那最后最后大家一定非常期待的 就是我们实战分享的部分啊 今天我们邀请到这位领导人呢 他每个月的红宝石积分都可以达到两万分以上 有时候甚至达到三万分以上 那他不论是在产品的销售或是带领团队上面 都有非常丰富的经验要跟大家来分享 那我们今天呢非常的荣幸可以邀请到我们的 林一琼蓝宝石来和大家和线上的伙伴打个招呼 嗨先生好朋友们大家午安我是林一琼 好我们的一琼姐今天早上非常的辛苦 他只一大早就从高雄坐高铁赶上来 希望和大家分享更多更多成功的关键 那相信我们今天在访谈的时候也有提到说 其实呢我们在销售的时候啊 认识了一个新朋友 也会有更多的方式可以和他去做认识 然后呢就可以了解到说 其实这样子的新朋友 他比较会是成为我们扭出来 或是我们安利的顾客呢 还是其实他对我们的安利事业经营有兴趣 可以成为我们的事业伙伴 那在这部分呢 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和大家做更多的连结 好是的 新朋友呢 刚认识的新朋友呢 我都会跟他加LINE嘛 对不对 我们一般人都是这样做 那我也会在我的IG或者是FB上面 展现我的生活方式 让他了解到说 我们是一个值得他结交的好朋友 所以呢这个生活方式 然后还有尽量都讲一些正面积极的 一些观念想法 然后LINE的这个互动呢 大概两三天 我就会跟新朋友互动一次 然后像比如说有话题 比如说像昨天是不是有地震啊 那就会传一些关心的话题 去关心对方 那当对方跟我有互动的时候 我就会试着打电话过去 跟他聊天 那如果他不方便 那就我们就再继续用文字聊天 如果他方便聊天的话 这时候就会有更多的互动 就可以聊到比较多的其他的方面的事情 那这样大家的感情就可以更贴近 就可以更接近 就会感情越好 所谓的一回声二回手 三回手拉手 对不对 四回就一起走嘛 对不对 那就是这样子的方式 好 那我们谢谢伊穹姐分享 其实这些的社群软体 相信大家都并不陌生 IG不知道你有没有在使用呢 有的话也可以在留言区告诉我 那其实IG呢 就是可以分享大家的日常生活啊 透过现实动态 你也可以更加了解对方的 像是兴趣 或是他对什么都 什么样的东西 热衷 非常的热衷 非常的有高度的参与 都可以在里头和他延伸三观的话题 而LINE呢 则是大家一个聊天的话题 聊天的一个窗口嘛 那之前一重点又提到说 有些长辈可能在早上的时候 会传早安图 其实是一个很温暖的问候 那得到这样子的问候呢 他也会做一定的回复 也许不会是一个 很多很多讯息 大家一直回来回去 可能大家其实也工作很忙 大家生活也很多的事情要回复 没有这样子的时间 去回复更多的内容 但是只是一个简单的问候 就可以让对方想到 那其实昨天地震真的 大家一早起来就有看到 很多很多的关心 这也是很好开启话题的一个方式 所以呢 掌握关键 你有这样同样的资讯呢 在过程当中 你也可以逐渐的了解到说 他的需求 或是他对什么样的产品 其实是有兴趣的 可以做进一步的了解 透过打电话或是见面的方式 来做更进一步的沟通 那建立这样的良好关系呢 就可以去了解他的需求 做更多更多的互动 那透过这样的连结之后 相信我们很重要的 就是希望可以缔结成交 那在这部分 是不是依穹姐有更多的内容 要跟大家分享呢 对 就是说建立了良好的人际关系之后 他才会把他的需求告诉我们嘛 那当他的有 我们发现他有需求的时候呢 这时候我们自己 自用产品的经验就很重要 所以呢 我都常常强调 跟伙伴强调说 如果你多用一样产品 你就等于是多开一个生产线 所以呢 自己的产品的使用 一定要尽量都是全面性的 然后呢 再跟他分享的 如果是针对于平常是 刚开始接触扭吹来 或者是安利产品的朋友呢 我不会一次推荐很多产品 那我会先用比较说 如果以扭吹来为例的话 就是会推荐 机能性的保健食品 如果他没有上过 我们任何的营养奖座 或者是专业班的话 我会先以机能性的保健食品 让他去体验一下 通常他吃一点点就会很有感觉 因为扭吹来很厉害 对不对 不是来吹牛的 所以他用了很有感觉之后 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葡萄糖胺 那我就会 在推荐的时候 我会把葡萄糖胺打开来 泡到水里面 让他是试喝 让他去感受一下 扭吹来的天然性 这个葡萄糖胺喝起来都没有苦味 也没有药味 那他就因为摆为不如一见 亲眼目睹的力量是胜过一切的 空说 口说无凭 那就让他感受之后 通常接受度都会很高 然后就会体验看看 那其实刚刚一熊姐也有分享到我们 一回声 二回收 三回就可以手拉手拉 其实一开始 你做产品自用分享的时候 也许他的感受性没有这么强 但是他已经知道说 这是一个很好的产品 那自己销售的也有在受使用 接着你就可以了解他的需求 然后去做更多更多的推广 那同时呢 刚刚一熊姐也有提到一个关键 他不会把所有的产品 通通一致介绍给他 而是根据他的需求 去介绍可能一两样 机能性的产品开始 慢慢使用 然后呢 透过产品的示范 可以认识我们产品的特色 也可以在他试用的过程当中 去做更多的介绍 就可以缔结我们的成交 那最后 另外呢 我们还有要问的是说 像是大家使用单一产品 从机能保健开始 一定会想要让我们的顾客 更加认识扭催来 或是更加认识我们的品牌 所以会去做更多的分享 还有开启健康话题 那这部分的话 都是怎么样进行的呢 好的 通常呢 他用了 买了产品之后 大概过两三天之后 我就会打电话关心他 问他 吃的习惯吗 然后 身体状况有没有好一点啊 那他就会把他的状况告诉我们嘛 那这时候我就会跟他沟通说 这个可以来参加我们的健康讲座 或者是读书会 让他可以了解更多 那如果对方呢 有些人比较没有学习心的 他就会说他不要参加课程嘛 那我就会跟他说 那我去学的时候 我跟你讲那你要听我的哟 那通常对方这时候 他就会接受我们的建议 然后如果有 然后他用了产品之后 我就会跟他说 这个产品呢 我们人体需要的营养素 绝对不是只有单一营养素 那我们身体还有很多其他地方要顾 所以呢 我会跟他沟通 完整的营养 就是我们的营养早餐组合 这样子的营养素比较完整 那我就会让他从 换一个早餐开始 那这样子他就会 他就不会说 这个状况 改善了之后 他就把它当药吃 那好了之后 他就不吃这样子 所以从 一个产品开始 一个经能性保健食品开始 然后之后就会带入营养早餐组 那他就可以持续的一直用我们的产品 那这个 如果要来学 有兴趣来学习的人呢 通常我就会邀请他来参加我们 我们中心有一个月一次 都会固定有营养讲座 那我们的营养讲座呢 在前面都会有主持人 他会先分享一下 他自己自身的经验 然后之后就会带大家做运动 那我们做运动的影片呢 就是用安利公司提供的这个运动的影片 大家都做得非常的有兴趣 都觉得这个运动很好 不会太难 然后也可以真正达到有运动的效果 那在做完运动之后呢 新朋友的心门就会打开了 然后他也比较不会这么的拘谨 在参加这个活动 然后之后就会大家坐下来 大家有看到中间的这个照片 是不是有一个摄影机 对不对 有一个手机在做直播 所以我们是线上跟线下一起的 能够到现场来的朋友 他就到现场来学习 这样子可以比较有温度 然后跟教师伙伴们的这个感情 可以做更多的连结 那如果有些人 他不管是距离比较远 或者是可能心门还没开 他就觉得说 我线上听听看这样 那也可以 所以我们就是线上线下双通道一起 那通常线上听了几次的人呢 他通常都会被我们吸引来 因为他透过摄影机 他看到大家现场好热闹 其实他也很想要参与 那这个 那之后呢 这个活动结束的时候 这个会有我们的讲师 他会针对当天的营养讲座的主题 去分享一些健康的知识之外 会分享针对这个这方面的疾病 或者是说状况 比如说要做曲线管理 那就会讲哪一些产品怎么使用 那听完来的新朋友 听完有兴趣之后呢 我们就会像我第三章 就是说有兴趣的朋友 我们就会跟他组一个小群 在那里面 或者是看现在年轻人都习惯用IG 就设立一个小群 那这个小群里面通常只有 一到两位新朋友 不会太多的新朋友 然后有三到四位的领导人 老朋友来帮他 来协助他 在做这个曲线管理的过程当中 那每一天包括领导人 大家都要一起带动 然后中间这里面会有一个营养助教 我们就会说这个是教练 教练会教我们怎么样 从我们每天的饮食里面去调整 那所以呢大家三餐都要上传这个照片 包括领导人包括教练本身 都以身作者做带动 那这样子这个对于新朋友 在曲线管理上面 或者是他有身体状况 他的这个改善的状况都会非常好 效果都很好 好那我们谢谢益穷姐分享 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 其实线下活动是一个很好 可以大家增进温度的方式 那公司这几年也不断的推广 告诉大家 其实我们线上和线下的同步串联 可以触及到更多的人 像是我们现在在线上直播 不论您在哪个地方 或是我们正在用餐 都可以及时的学习 获得最新的消息 那我们这一次的分享 也可以看到说 其实如果你想要办一个活动 我们可以以这样子的流程 一开始呢 我们可以办一个比较动态性的 我们可以一起先 大家一起活动一下 不但可以运动到 也可以做一个暖身的开场 再来就是营养知识的部分 可以让大家观念的建立 最后一定会经营一个小群 然后大家更多的互动 也可以做更多延伸的学习 在这过程当中 他不但自己学习到了 对自己的健康变好了 也可以更加认识我们很多很多的产品 那地节成交之后 相信大家都知道 我们要继续的进行更多适当的跟进 那在跟进方面 英雄姐有一些小技巧要分享给大家 是的 这个就是我们在跟进的过程当中呢 我通常不会一直去讲产品 但我会比较多的是 邀约对方来参加我们的聚会 不管是线上的聚会或者是线下的实体的聚会 让他更了解我们的这一群朋友 然后我会多讲一些扭吹来的产品的品牌价值 因为我有去参观美国的农场 还有中国大陆的农场 所以我会比较常讲的是品牌价值 所以让对方就会觉得 展现我们的专业度 还有我们的亲切 让对方放心 他不会有压力 他不会觉得说好像认识了我们 买了产品之后 好像会一直被推销 我不会这样子做 那对方就会很放心 之后他身边有一些人 跟他有类似的需求 他就会自动的去分享 跟他讲说 我带你去认识某某人 他会把我们定位成 我们变成是他的生活顾问 让他很放心 那我就会从这里面去找到要经营的人 那不经营的人我们就继续做朋友 总有一天他会要经营 对啊 然后之后呢就像说 比如说像我 我有一个朋友 他是这个 吃蛋白素 他以前呢吃原味 因为以前只有原味蛋白素嘛 那他就会 他就 半年才吃一罐 那后来呢 感谢公司帮我们创造 就是 就是制造了很多种不同口味的蛋白素 那我就跟他分享这个好消息 然后他就选择了这个抹茶口味的蛋白素 那他后来呢 结果呢 他就一喝就爱上了 然后他就会 他从一年 一年两瓶 后来变成一个月两瓶蛋白素 而且呢 后来还分享给他的好朋友 还有他同事 那我就从这里面当中 再去认识到他身边的人 那再去找到想要经营的人 好 那我们谢谢一雄姐分享 其实可以看到我们适当跟进呢 在倾听需求之后建立了好影响 我们顾客呢 就会自动的分享 创造更多的带货 那我们先谢谢一雄姐 今天这么丰富的内容 好 谢谢 谢谢 好 那我们最后呢 来帮大家重点复习一下 我们这一次的关键活力三建筑的特会活动 大家记得是哪三项产品吗 还有认购是什么时候开始呢 一定要好好把握 另外呢 在实战分享的部分呢 也有分享很多的小技巧 包含像是刚刚提到了了解需求 以及低阶层交和适当的跟进 另外在自用分享啊 还有产品示范的部分 都有很多的内容 相信大家今天一定学了不少吧 那之后最后最后呢 我们有一个东西 相信大家不莫说